OK 那我們iStation就是透過AR可以達到說 我們可以把這些虛擬的家具擺放在這個實際的空間裡 最可以看到的是這個沙發是可以任意移動 包括旋轉 那它可以偵測到它是模擬人眼睛 所以它可以偵測到地面還有牆面還有天花板 所以這個燈是非常準確的掛在這個天花板上 除此之外我們也可以再去加上不同的畫作 可以達到說我在牆面上也可以偵測 並且將這個畫作實際的擺放到這個牆面上來 那如果今天這個家具不喜歡的話 我們也可以刪除然後去換入住新的不一樣的家具進來 所以在家裡我們就可以像是在 像是在試衣間一樣試衣服 在家裡就可以這樣去嘗試不同的家具的搭配 那這些家具有跟比如說某些家具廠商合作嗎 對我們台灣目前最大的合作的夥伴呢是特立集團 那特立集團他們目前在我們架上的家具有上千件 對 所以他們從去年的秋冬開始的每一季的新品都會上架到我們的這個ARP 你說特立集團就是特立屋嗎 對包括特立屋然後HOLA還有它的一些HOLA CASA這些它的子品牌 對 那未來有可能跟IKEA再合作嗎 我們跟IKEA曾經有一個技術上的合作過 那我們目前在全世界三十幾個國家有100多個品牌的合作文化 對 了解 然後我剛剛聽他說在 就即使手機關掉然後再開機它也會記憶這個空間 對沒錯 它的做法是這樣 因為Tango它本身它會去學習這個空間的資訊 那當你離開這個空間再回來之後 它一樣可以知道說這個天花板的角落是我曾經待過的角落 那這個它每個角落的相對位置它的資訊它會把它記憶在裡面 所以它可以達到有點像固執人腦跟人眼的這個運算方式 那這一個空間的話它就是只能在室內對不對 它基本上在室外也可以 但是因為室外不會有牆面跟天花板 所以它就只能做一半地面上的投影 那最明顯的應用可能就會像是寶可夢一樣 那我們過去看到寶可夢的怪獸它可能是隨著螢幕在飄動 對 可是它是可以做到定在原地 所以你可以繞著這隻皮卡丘走一圈 這是做得到 那我能不能把我寄有的原件把它掃描成 比如說寄有的家具再把它做成原件 可以它可以 透過Tango它可以做實時的3D鍵模 所以所有的家具它其實都可以經過這樣掃一圈之後 它可以把這個模型掃下來 那掃下來之後它就可以 之後就可以像這樣的應用再套用在不同的場景中 這樣就是說我可以在 比如說我現在在外面 然後看到喜歡的家具把它拍下來 然後帶回家來擺一擺看 是它是可以做到 技術上是可以做到這樣的效果 應該應用 對 好 謝謝 好 謝謝